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这里是湖南省人民医院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12点钟,我准备在人民医院的食堂内部吃一个饭 看看食堂的消费水平和这个物价水平到底是怎样的 可以看得见住院部这边人流量非常的大 这个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历史也是特别久 它始建于1912年,也是一个百年老医院 它也是湖南省政府只属唯一及医教研于一体的三级甲冬综合医院 前方这边是蒙诊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12点钟,可以看得见这个人流量还是挺大的 最高峰的时候是早上的8、9点钟,那个时候是人山人海的 这边是第一住院楼 这边住院楼都有好多个呢 然后前方呢,就是门诊了 这里的医疗技术可以说在全国都是特别有名的 先后获得的荣誉不计其数 这边12点钟呢,还是有很多人排着队在这里拉药的 他们这个食堂啊,是在这个外部有点奇怪 所以说我现在沿着这条街道呢,去找一下他们的食堂 食堂大概离这个第一住院楼200米吧 就是在这个岔路口这里,如果没有来过的人肯定是不知道的 其实在湖南来说,除了湘洋医院,最好的医院应该就是湖南省人民医院的 湖南省人民医院呢,也是整个湖南省的最大的医院,它占地面积有3000亩 而且这里开放的床位呢,大概有4000张 食堂就在这个巷子里面,它这里的出入口门呢也是挺多的 它这里标示了一个永远食堂 这边呢也是可以直接到医院的 然后这条巷子有很多吃饭的,住宿的 所以在这里还是挺方便的 现在我就去他们食堂看一看 有好多人都是打包了 其实他食堂的话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就是送餐 好像是三个菜是16块钱吧 看看在这里吃会不会便宜一点呢 一般来说,湖食的话都会比打包上去的要便宜一点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在这种医院食堂内部吃饭 因为感觉这里的卫生啊什么的应该都是比较好的 因为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在这里吃饭 至少他这里的菜的质量应该是比较好的 进到这个食堂呢给我的感觉真的是眼前一亮 环境真的特别好 而且还有专门的桌布 还有餐巾纸 他是这种自选快餐 但是呢是论金来称的 一共有十几个菜品吧 有分有素 我觉得看上去还是挺有食欲的 现在我就随便打一点吧 反正都是一些家常菜 感觉看样子也是比较有食欲 这是辣椒炒猪 我觉得这种自选快餐的模式还是挺好的 反正你喜欢吃什么就打什么 这个是豆角 这边呢是黄瓜炒猪 这边是花菜 整体上来说呢口味我觉得不算很重 没有太多的一个辣椒 如果你在外面去吃的话 很多的菜都是有辣椒的 我觉得他这个食堂也是考虑到了一些病人要吃饭 所以说呢他这个口味就不是特别的重 这个是土豆丝 就随便打了这些 他这里好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餐具啊都是在这个消毒柜里面 感觉非常的干净整洁 你看而且还有免费的摊送 这个摊是银饵选泥摊 我感觉省人民医院这里的食堂真的非常大方啊 而且环境又这么好 这边还有蒸菜 这是我去了这么多医院 感觉这个环境是最好的呢 刚刚呢就打了这些 你看这个汤的质量也是特别好的 虽然是免费的 米饭的质量呢我个人觉得也是特别好啊 软硬适中 大家能想象这点菜一共花多少钱吗 我觉得我打的还是挺多的 至少够我的分量了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会太相信 你看这个仓座上面都是有纸巾的 特别干净和整洁 你看这个冬瓜呢也是挺亮坛的 现在吃饭的人并不是太多 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嘛 这点菜呢一共只花了10.8元 结账的时候啊 我真的差点吓到了 不可思议 竟然这么的实惠 现在我就试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它这个雪梨汤呢 嗯不是很甜 但却非常好喝 它这个上面也写着有一种节约叫光旁 有一种工艺叫光旁 它这个味道炒的确实非常不错 都是家常菜的口味 咸但适中 我感觉真的是良心价格了 虽然我没有问多少钱英斤 但是我打了这么多 只要10.8元 确实是性价比特别高啊 我特别喜欢吃这里的土豆丝 我感觉炒的特别好吃 加了一点点多辣椒 大家觉得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只要10.8元 刚刚呢已经是吃完了 关盘行动 吃完后呢 这个餐具大家都是很自觉的 放到专门的收纳盒里面去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特别好的 其实医院这个第二住院部 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送餐过来的 我之前呢也去了西洋医院食堂 还有很多医院的食堂吧 我就感觉 湖南市人民医院的食堂 至少说它这个环境是最好的 而且 这个菜的价格性价比 也是最高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水平 你能打多少分呢 我非常满意 谢谢大家